1884年 意大利的Angelo Moreno发明了全世界的第一台蒸汽式的咖啡机 那工作原理呢 就是咖啡机里边有一个大的锅炉 那这个锅炉呢 它的水烧开了之后 会形成蒸汽存储起来来加热打发牛奶 从此之后呢 土耳其咖啡便成为更远的历史 咖啡之作史则开启了新的篇章 咖啡不交之 一口就入坊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刘 那之前的一期视频讲到Espresso的时候 我顺嘴提了一下 没想到这么多人感兴趣 那这期视频呢 是一个填坑视频 那先说一下什么是意识咖啡机 那英文名呢 叫Espresso Machine 那但是呢 有观众来问我 全自动的这个咖啡机也能做Espresso的 叫不叫意识咖啡机啊 就比如你在酒店里边 你在便利店里边 看到过那种方方正正的 上面还有这个磨豆机舱的那种 那它的英文名呢 叫Super Automatic Espresso Machine 超级全自动意识咖啡机 它把磨豆 填压 萃取 打发奶泡呢 这些功能呢 统一 集合在一起 这个呢 也属于意识咖啡机 而半自动咖啡机呢 是只有萃取和打发奶泡的功能 从设计和构造上来说 全自动的咖啡机比半自动咖啡机要复杂得多 那还有人问我呢 到底是全自动咖啡机做的咖啡好喝 还是半自动咖啡机做的咖啡好喝 那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它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 只能说它满足了不同客户的需求 不同的使用场景 咖啡师可能会说半自动YYDS 那便利店老板可能会说全自动YYDS 那我们回到Espresso Machine 就是意识咖啡机 其实任何一个新鲜事物的出现 它都是有原因的 随着工业系统的发展 Angelo Morento他发明了这台蒸汽式的咖啡机呢 刚开始其实是没有Espresso Machine这个概念的 他们呢 当时称这个新的发明啊 叫做 一个可以快速制作咖啡的蒸汽咖啡机 这个机器它的资料目前只有一个专利的图片 连一张真实的咖啡机的图片都没有保存 其实还是蛮可惜的 那在接下来的100年里呢 咖啡机从最开始的蒸汽驱动 再到弹簧拉杆驱动 再到发展到现在的这个泵式驱动 这个进化的过程啊 其实代表了工业时代的发展以及前进的脚步 1903年一个叫Luigi Bezella的老大哥 他是一个维修工 他把这个机器啊 自己稍微改进调整了一下 自己呢又申请了另外一个专利 说实在的 这个机器跟之前的Angelo Morento这老哥的机器 其实工作原理是差不多的 只不过是他改善了一些细节操作的地方 那制作出来的咖啡呢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差异 不过呢 他也想要在这个制作咖啡上有一个质的提升 他也知道 如果想要做出来的咖啡更好喝的话 他就需要把咖啡机的温度啊 压力的控制啊 改进的更稳定才可以的 于是呢 他想再次改进一个新的版本 But 改进需要钱嘛 对吧 这老哥没钱 于是呢 他找了一个有钱的老大哥 叫Desidale Pavoni DP老哥 他俩呢 一拍即合 DP老哥呢 他不仅有钱 有技术 他还有商业头脑 他把这个专利也从贝泽拉那边买过来之后呢 用自己这个名字La Pavoni来命名 改进过后的机器 他们在当地的一些小的集市上 来进行这个展示啊 宣传啊 一下子名声四起 在之后的一二十年里边啊 在意大利的当地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直到今天 你还能看到不少有一些咖啡店啊 在使用这个La Pavoni的复古咖啡机 直到1938年 一个新名字的出现 它打破了整个意大利咖啡业的瓶颈 一个叫Gaggia 没错 它是一个拉杆式的咖啡机 这个品牌出现了 它的出现呢 直接秒杀了蒸汽式的咖啡机 它使用冲锁头内部的弹簧加压子萃取啊 它相比之前的技术 它能够达到更高的萃取压力到9个半 但是呢 它不是恒定的9个半 自此之后呢 一大利人喝到的咖啡啊 它才真正的变成了这种小杯的espresso 那另外这里要提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品牌 叫La Chimberley 大家可能都见过这个品牌的咖啡机 那这个品牌呢 它创立于1912年 那创立之初 它不是做咖啡机的 它最开始呢 是做铜制品的 没错 那当时的咖啡机市场发展啊 以及需求给他们带来了不少的业务 那很多咖啡机 它们的生产商呢 需要最核心的部件 那就是这个锅炉 锅炉的这个耐用性 密闭性 其实直接就影响了整个咖啡机的寿命 它就相当于是汽车的发动机 以及手机电脑的芯片一样 它属于核心部件 那于是呢 它们就承担起了供应链的角色 那直到1930年 它们终于坐不住了 它看到自己供应的这个客户都发展起来了 赚得很满波满 自己呢 也搞起了咖啡机研发 做出了自己的第一个型号 叫Rapita 之后呢 还收购了另外一个咖啡机的品牌 叫飞马 那一直到今天啊 这个品牌还在全世界的市场占有非常大的市场战友率 1950年之后的咖啡机的设计构造 开始悄悄地发生变化 这种变化呢 它来源于工业技术的进化 当时的电能啊 正在慢慢地取代煤炭 获得这个能量的方式 这也促使了咖啡机 它在整体的这个设计上有了新的变化 从竖着的锅炉 然后慢慢变成这样横着的锅炉 咖啡机的整个外观啊 它也从这种圆柱形的 变成了这种长方体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那转眼间时间来到了1961年 一个划时代的名字 菲亚马161出现了 那这个品牌呢 诞生在1950年间 也就是说诞生在电能 逐渐向市场普及的一个时候 所以说呢 它们就一直做这种横向锅炉的咖啡机 161的出现打破了意大利当时宁静的夜空 它是第一台能够在制作咖啡的时候啊 能稳定给到9个半压力的咖啡机 以及它的创新的热交换的这个加热系统 那161呢 当时在意大利一炮大响 影响到整个欧洲 以至于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啊 不少咖啡机品牌沿用161的热交换系统 当时飞马靠着这项专利技术 真的是赚的盆满钵满 直到今天你如果要是去咖啡店喝咖啡啊 你还经常能看到它的身影 特别是在意大利 你会发现它会出现的各种餐厅 酒吧 超市 高速收费站这些地方 但是啊 对 但是传奇也有会被新的传奇取代的时候 这就是工业和科技发展的迷人之处 Lamazoco 一个新的名字出现了 跟别的咖啡品牌不太一样啊 意大利有很多这个品牌 他们创立都会用创神的名字 那就比如咖啡品牌 Elli La Vazza La Chimbali Bizela 又比如超跑 Lamborghini 奢侈品品牌 Vasachi Valentino 都是创神的名字 但是Lamazoco的这个名字呢 它来源于佛罗伦萨这个城市的标志 是一个雄狮 1927年创立之处呢 最开始时并没有名气 刚开始只是给一些客户订做一些手工的这些咖啡机 那一座就是10年 10年这样 终于到1939年 两个创神呢 做了第一款拥有自己技术专利的横向锅炉的咖啡机 但是呢 1970年真正的划实在的创新的咖啡机呢 GS系列诞生 Group Saturated 就是饱和式冲煮的意思 这个新的技术呢 跟161的冲煮系统不一样 它采用两个分开的锅炉 它们分工合作 一个专门萃取咖啡 一个烧水 存储蒸汽打奶泡 这样的好处呢 就是在制作咖啡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温度把控上 就会更加的稳定和精确 之后呢 它们就一直延续这个冲煮系统 那从GS一代一直到今天的GS3 90年代初 美国星巴克专用的Linia Classic 到FB系列 GB系列 PB系列 Strata系列 以及家用级别的Linia Mini系列 所有的这些系列呢 都采用它们的宝和式冲煮系统的专利 那Lamuzoko呢 它乘着和星巴克的合作 以及2001年 SCA世界咖啡大赛的赞助的东风 迅速在全世界咖啡的业内 得到了极大的知名度 席卷了北美 北欧 澳洲 这些精品咖啡发源比较早的地方 像大家熟知的Blue Bottle 蓝瓶子 Stormtown 树敦城 以及澳洲的Campus Santali Seven Seeds 这些有名气的精品咖啡馆 其实你都能看到Lamuzoko的身影 之前我有提到过星巴克上个世纪90年代 在美国的西海岸最开始广泛运用的Lamuzoko的咖啡机 之后他们换用了定制的全自动咖啡机 换件的原因很简单 要全球化发展 全自动的机器更适合统一化标准出品 全自动咖啡机的诞生是在1933年 发明的人叫Francico Ili 没错 就是大家熟悉的意大利品牌Ili 这个时候韩国人就纳闷的 怎么全自动咖啡机 半自动咖啡机 包括摩卡壶 全是意大利人发明的 我是不是也要发明个啥 你看我发明了400次咖啡 Dogona Coffee 多火 印度网友看了直说内行 这咖啡我都喝了大半辈子 竟成你韩国人发明的了 说个题外话 其实400次咖啡是韩国的一个明星 在澳门旅游的时候 在咖啡馆里边喝到过一次 结果他回到韩国之后 他就忘不了了 然后他在社交媒体上就发了一个 在家做400次咖啡的挑战 结果就火了 所以400次咖啡只是在韩国的社交媒体被带火了 并不是韩国人发明 回到正题 随后Lambozoko来到了亚洲 可谓说是咖啡市场的快速发展 成就了Lambozoko全球化的步伐 它是精品咖啡店出镜率极高的一个品牌 时间再回到1984年 一个帅气的名字出现了 Kids 大家都叫它幽灵 这个咖啡的品牌的创立在河南 哦不对 荷兰 Netherland 他们走的路线完全不一样 创始人是学工业设计的 他们的第一台咖啡机可以说是一个半成品 自己在大学 毕业的时候的一个作业作品 那现在你回头再看这个机器 我自己的感觉是 这个兄弟的脑洞是真的大 咖啡机才能做成这样 我们再看看接下来 这个老兄做的别的咖啡机 我们就知道 这个Kids的发展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刚开始他们是只做定制的咖啡机 每个都是限量定制 那就好像是给客户做艺术品一样 直到1993年 1993年我出生了没 我好像还没出生 这个脸皮真厚 这一年他们开始打算做量产版的咖啡机 慢慢的从定制限量走向小批量生产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Kids也渐渐的曝光在大众的眼前 现在市面大家看到比较多的是这个08年上市的Speaster 还有2012年上市的Spirit 在第三波精品咖啡的浪潮的助推下 越来越多的新型的品牌走向大众眼前 那包括创立在西雅图的Slayer Neso 这两个品牌创立在西雅图其实有原因的 因为Lamazon在90年代西雅图和星巴克合作的很密切 他们在美国市场总部就在西雅图 而Slayer的创始人 他之前就是Lamazon的前工程师 他跳槽出来创立了Slayer 那讲到这里 其实基本上我们主线发展的历程已经捋了一遍了 当然还有很多品牌我都没有提到 不是因为不重要 只是我从发展的历程找了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品牌 以及里程碑式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来讲 所以说如果所有的品牌我都讲一遍 可能要写下一本书才能讲完 这一视频我们也查了很多资料 甘文案整整做了半个月 咖啡不交汁一口就入魂 我是你们的小刘 我们下期见 Cheers